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常常透过这些轻力俊哑的文字去描绘这些千年前的人物画像 但辞境与现实毕竟是不同的 那些真真切切生活在宋朝的女子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先前了解北宋后宫的时候曾说 后宫的公主们困于宫墙 甚至不比朝堂官员的女儿来得快乐 不说北宋公主和驸马之间的那些糟心事 但困于宫墙四个字就十分令人叹玩了 但后妃们特别是宋代垂帘听阵的太后又数量众多 这就让人不由疑惑 这时候的女性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宫墙外的女性 她们的生活也会困于家宅吗 宋代女词人不少 她们大多是有着良好出身的诗人女眷 我们来看看她们的作品里是怎么描述自己的生活的 要说起我们熟知的宋代女词人 就不得不提李清照 她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但已有西庭日暮 幸尽挽回周 惊起一滩欧鹿的浪漫天真 相近时期的魏丸 朱淑珍作为宋代词坛另外两位才女 她们一时少时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博设群书 因此才有二人后来的文学成就 不过魏丸与朱淑珍留下的诗文并不多 线下能看到的魏夫人的作品 不过十余首 大多数都是和爱情婚姻相关的作品 例如菩萨蛮 绿羊低下路早晚西边去 三剑领绵飞离人游未归 说的就是她对分隔两地的丈夫增步的思念 不过少年的魏丸也有 荷花焦玉与笑如鸳鸯谱的娇俏快活 而朱淑珍留下的词作也不过二十来手 大多描写归思和永无 同样是菩萨蛮 在朱淑珍笔下就是 不过世人女眷们的生活 虽然离不开家庭和婚姻院落 但在北宋的她们 也并没有完全受限于院墙 这些世人女眷并非只能待在家念书 宋代思学兴盛 女子也有一定的机会能去私书读书 不过大部分还是在家言轻老师 也称父母或者母师 大多有品行较高 有良好学养的富人担任 其中有一些女眷还能有幸跟随名师学习 比如刚刚提及的魏丸 就曾对海州淮仁县兼九使臣的女儿张氏 教以通诗书 张氏后来因文采出众成为女官 李清照也曾在前堂教过韩玉富诗文 韩玉富在自己的其末口铺诗宾絮 曾提及这一段经历 在宋代 讲学教学之风在女眷中十分盛行 像是海灵从事赵定的母亲 熟读诗书 常常聚集了一些学生 为他们讲学 院墙并没有束缚这些世人女眷的读书 学习 反而为他们提供了安稳的居所 对于儒生登门的质疑 这位赵夫人也并不在意 反而邀请共同探讨学文 这样开放的学风 使得宋代涌现了一批才女 其中翘楚 便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李清照 魏丸 朱书贞 他们以诗词唱和会友 不仅得到同时代文人的认可 文明也传之后世 或许有人要说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富贵人家的事 普通人家女眷 读书尚且不易 生活必定十分辛苦 那我们不妨来看看 他们身边的那些婢女们 宋代的婢女被称为女史 虽然也有官奴婢 但是宋代少有大规模 寂寞为奴的记载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女史 就是指通常与主家 是雇佣关系的平民女性 女史由契约确定雇佣关系 宋代规定 雇佣契约最长十年 到期后倒是可以再行续约 或者另找主家 对于女史而言 宋代的法律制度完善 女史的地位也不同前朝 不再是主家的私人财产 而是独立的个体 像是唐律规定 诸奴婢有罪 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 账一百 无罪而杀者 喜一年 而五代乱世时期 对于奴婢的轻忽 更不必说 相较之下 宋代女史的生命安全 是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的 只有官府 才有资格定人生死 在受到不平等对待的时候 女史也可以向官府 寻求法律救济 同时 朝廷严格限制了 略认为奴婢的行为 女史在这段雇佣关系中 也拥有着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利 强行雇佣为女史 或者因为欠债 被债主卖了还债这种事情 这宋代 是不被法律允许的 像宋哲宗时 汉林爵士之子 官二代 赵仁树 向着自己不在京城当信令 又一众亲户撑腰 开始呼来 被人上书告发 其中的一条罪责就是 强行雇佣普通良民 作为奴婦女史 最后 她被大理斯判定 除名乐庭 我们熟悉的名臣宋慈 在担任江西提刑时 隶属当地豪强 杨子高的罪壮 其中 也有抢占良民为女史这一条 在法律保障下 宋代的女史 能够依靠自己劳动 获得生活下去的报酬 这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 当然 封建社会 主不平等这件事 不用想 也知道不可能 虽然法律上 女史作为良民 有财产和人身保障 但实际生活中 依然还是会有 各种各样 对女史不利的情况 例如我们 食人魔那一期 曾提到过的王继勋 遭她独守的 大多就是雇佣来的女史 但因为她的地位显赫 在一开始 也并没有受到 多么严重的惩处 直到宋台宗登记后 才杀了她 而更为显贵的 后来的南宋高宗 赵构 在她还是堪王时 就目光如炬 厚色如赋 势彼多死者 在她得机大宝 南下逃亡途中 也不忘沿途 搜刮民女 共挤英勒 不得不感慨 特权阶级的掌控下 名声多奸 但综合来看 女史的地位 比之前超 还是有所提升的 这背后 其实和社会大环境 脱不开关系 唐末五代 秩序崩坏 世家大族 在多年战乱蒸发中 逐渐转衰 蒲丛婢女 与主家的依附关系 被削弱 雇佣关系则顺时而起 服务于主家的 蒲丛女史 此时大多出身良民 自然不愿意 再受主家的任意摆布 不过 不论是女史 还是先前提及的 世人女眷 她们的生活 都离不开婚姻和子女 女史和主家 通常关系密切 与主家雇佣者 有子女的不在少数 有时 她们的身份会因此转变为妾 但很多时候 她们的身份依然是女史 宋代的法律 赋予了这些女史 和她们的子女 合法地继承权力 我们现在去看 清明集里 记载的诉讼判决 可以看出 官员在审判女史相关案例时 并不因为女史身份 而对案件的另一方 有所偏向 而是依据法令反规 进行判决 在这个基础上 女史的财产和权益 是受到保护的 而世人女眷 生活比之女史 优渥不少 但面临婚嫁之事 依然无法自己做主 她们的生活交际 通常围绕丈夫 和子女的生活展开 在婚姻生活中 她们虽然通常不需要 为家庭开支 而挑起生活重担 却仍然需要操持经营 维护家族内的交往活动 为子女择失 与相邻和其他世人女眷 维持良好的关系等等 当然 相对优渥的生活 使她们无需 为了生计 花费太多精力 因此 她们可以饮宴交游 问到访友 不过世人女眷 与僧尼的交往 在北宋后期日益频繁 这也带来了世人的不满 折宗朝高太后垂帘听证时 就有人上书 认为应该禁止 世人和平民家庭的女性 参拜佛寺 最终在元幼四年的时候 朝廷下诏 禁止妇人 在开寺以外的时间 进入礼佛 这件事 其实也是 北宋中后期 对于女性生活空间和角色 逐渐有所约束的一个旁证 一部分世人 在这一时期 开始将女子才能 与富得结合起来 我们常见的一些 着酒送书 非女子所为的观点 通常都出自于此 但不可否认的是 北宋时期 对于女性才华的肯定态度 使得这个时期 财女涌现 而女史 社会地位的提升 也昭示着 这一时期 社会变革之后 平民女性的社会地位 有所提升 虽然在社会发展下 一部分世人 率先提出 对女性德才进行约束 但总体来看 北宋时期 人民依然对女性 保有欣赏